大家好,我是尔差 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HDR400的显示器 在玩游戏的时候 支持HDR游戏的时候 效果怎么样 做一个对比 上一个视频已经和大家分享了 4K蓝光HDR电影 在显示器开启HDR和关闭HDR 墙后的一个对比对照 这个视频我们看看游戏怎么样 我测试用的游戏是机品飞车21 顺便我们再看一下 这块我新淘的二手显卡RX560 4G 玩机品飞车效果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左上角的信息 是RX560 77度 显卡占用率100% 频率是1196 风扇转速是1164 在一开始的时候 显卡温度不高 转速为0 显存是4个G 现在用了2.7个G 显存频率是1500MHz CTU是E3v2 温度是60多度 占用率是30%左右 频率是3.6GHz 内存是16G 内存是16G 它占了7个多G 现在用的是D3D11 我给锁了30帧 在这个游戏里面是没有锁30帧的 要到显卡里面去锁30帧 锁到30帧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AMD显卡怎么锁30帧 首先进入AMD显卡的面板 找到游戏 机品飞车 在这有一个选项 给它开启 最小最大的FPS都是30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做到针对这款游戏做到锁定30帧 A卡和N卡锁30帧的方法不一样 N卡是半刷新率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效果 现在是没有开启HDR的 我们看一下设置 全屏1920x1080 垂直同步打开 HDR关闭 分辨率90% 动态模糊开启 图形质量高 其实HDR效果 在晚上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切换一下 现在是没有HDR的效果 我们去城市看一下 这样感觉和屏幕差不多 好我们去城里看一下 现在是锁了曝光的 屏幕会特别的亮 但是也没这么亮 但是也没这么亮 我再降一点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在图形里面打开HDR变成自动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现在是开启了HDR 我现在不锁曝光 现在是这样的 画面仍然很亮 但是关闭了HDR 显示器应该也是最高亮度 你们能看到区别吗 反正我能看到区别 我能感受得到 感觉这样少了很多细节 天空也好 下面的树也好 再看一下打开HDR 整个画面很亮 光影很丰富 看上去特别的暗淡 无光 黑白了很多 没有刚才色彩丰富 这个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亮度都是百分之百 把这个HDR关掉 然后再回到机门飞车 正常应该是这样的 色彩也好一些 但是整体还是感觉很暗 黑白的东西多 彩色的东西少 这就是正常罗事 整个画面特别的亮 细节看得很清楚 对 黑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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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B QRB ioni ifo 罗伇 勿 谢谢大家